亲爱的各位家人,接下来的音频影响主题是 疗愈你的内在小孩 好,首先,我邀请你去选择一个 让你感觉舒适的体质 可以是站着,也可以是坐着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感觉更加的放松 身体全然的放松 深深的吸气 缓缓的吐气 让你的身体全然的放松 让你的心是全然的平静 在你的内心有一个广阔的空间 并且向这个宇宙 向这个世界敞开你自己 你是放松的 内在全然的平静 对世界全然的敞开 现在我要请你想象一幅画面 这个画面呈现的是你要在这个人生 要最终完成的人生目标 它会是怎样的画面呢 或者在每一段关系里 你想要去修复一段关系 当你慢慢的去靠近你人生目标的时候 请你去绝察会出现怎样的障碍 是什么样的障碍阻碍你去靠近这个人生目标 也许你会感觉到内在受伤害的内在小孩出现了 当你走向正向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去触碰 内在的曾经受创伤的童年的孩童 现在我邀请你感觉到自己像一棵大树 我将带回我自己 吸气到达天空展开我的枝叶 感觉到我的心像天际敞开 释放自己的隔离感 让所有的星辰 所有的宇宙能量 我就是一棵大树 连接着生命的万有 连接着天与地 然后你去觉察你生命当中 怎样的正向目标 再去看一下那个画面 你对自己做出一个承诺说 是的 这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想创造的 现在我邀请你做一个动作 去连接你的生命真相意图 并且把你的心向这个世界敞开 全然地放松 全然地平静 敞开你的心 去觉察你的真相的人生目标 并做出一个动作 去连接它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是的 这就是我的人生的正向目标 我想在我生命当中创造的 当我们面对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达成 所以你可以提醒你的人生的所有资源 来帮助你 现在你的眼前可以出现 你可以用到的所有的资源 可以是你的祖先 或者是人生的智者 或者是灵性的导师 或者是大自然的生灵 你可以提醒所有的资源 来填满你的场域 去请这些所有爱你 保护你的神灵 并且不断地敞开觉察 当你感受到这些资源的时候 请你再去关注你童年的创伤 看见它了 打开你的中心 打开你的怀抱 你可以想象到 它是你所有的资源当中 你可以利用的真相能量 你可以对你受伤的孩童说 我看见你了 我欢迎你 你可以把它邀请到 你所有的正相的场域里 加入到场域里 所有的正相的资源里 如果此时你有感觉到 身体的某些部位 会微微疼痛 如果它能代表 你那个受创伤的内在孩童 那请你用手去轻轻触碰它 对它说 我欢迎你 我欢迎你加入我 当你说出这些的时候 你去感受有怎样的能量 在你体内流动 你完全地敞开 完全地接纳 把自己的喜爱 带给内在受伤的内在小孩 然后再一次地去面对你的正向的目标 你的人生所创造的愿景 把你的中心打开 让你所有的这些资源敞开 你的祖先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慈爱的大自然 广阔无垠的宇宙能量 所有慈爱的生灵们 他们都在 都在你之内 同时 你也去关注到 那个受伤的孩童 用所有资源去疗愈它 并且去把它加入到 欢迎的这些资源当中 你可以把所有的爱带给它 然后 你可以感觉到 它是如何被疗愈的 并且你可以感受到 你人生所有的人生资源 都在支持着你 疗愈着受伤的孩童 现在 你可以带着成熟的你 走向你人生的正向目标 并且 带着你内在的这个孩童 当你满满靠近 你的人生目标时 你可以感受你 不仅仅达成了 真相的人生目标 并且 你内在的孩童 也感觉到了疗愈和快乐 你和你的内在小孩 也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你们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由这份连结 去呼吸 去让爱 在彼此之间流动 去感受到这份疗愈 这份美好 这就是你深度的 和内在小孩的连结 并且 放下你要丢弃的想法 它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可以带着它 慢慢地靠近 你的人生梦想 你慢慢地也能感觉到 你和内在 曾经受到创伤的 内在小孩 合而为一 去表达你们合而为一 这就是真正的爱 真实的自己 与两个部分 成熟的你 和受伤的内在小孩 你找到了你们 彼此的连结 好好的抱抱自己吧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合而为一的你 慢慢地去靠近 你的真相的 富有创造力的人生目标 是的 你做到了 慢慢地睁开眼睛 回到当下的时空 结束今天的冥想练习 感谢观看